首先要看地址報上來是否看來完整 另外有些內部的核實是 如果一屋多性就會抽查 亦有同房委會和房協 核實是否公共房屋登記居民 但報了另一個地址給我們 如果行常已經登記了 我們懷疑會出查訊信 如果他答不到查訊信 我們便會放在剔除者名單